花蓮强振以来全台文正色变 你有没有发现地牛翻身居然翻出了凌晨2点时刻 什么意思 你每一次被晃醒 对手表一看 怎么都是凌晨2点多 当然你可以说这都是巧合 但会不会巧得让人头皮发麻呢 不止凌晨2点时刻 整个台湾也进入了地龙翻身的决战时刻了吗 在台南 记公活佛的一张签诗提醒农历五到九月 台湾东部跟北部 为什么这一张签诗的内容跟专家的担心 如此不谋而合呢 我想台湾的民众现在都很担心 到底这余震还要震多久 会不会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地震 结果就在台南安南的这样的一个普发道祭祀 突然贴出一个公告 而且他说这个公告是记公活佛下的指示 那内容我稍微念给大家听 他大概是说时间是在农历五月到九月 也就是我们说的端午到重阳 然后会龙脉翻转地龙翻身 东部北部皆有地震之灾结 伤亡之处 好我就念到这儿 我想观众朋友一听也知道这签诗 记公活佛的指示是什么 就是说五月到九月大家要小心 可能会有地震 而且这个地震地点他都讲了 当然这公告一贴 马上引起大家正反两面的说法 有人说地震可以预言 有人说没有到时候怎么办 但是也有信徒他就觉得 宁可信其有 有人就说那我们来看看 大自然有没有什么警示 结果无巧不巧 就在雪霸国家公园 有一个导览员 他拍到这一幕 哎呀命运妈妈有点吓人 真吓人 他拍到这个 你是不是觉得那草好像在动 还是泥土在动 不是 那是马路 那是从地底裂缝当中 所钻出来的马路 马路大军 你讲到了动物的预言 动物的本能 光是正常的 我们生活周遭 出现这样子 一坨我都觉得 要上新闻了 结果看你给大家看到 是一整面 这个面积有多大呀 对啊 因为他拍到这个地方 不是很多人会去的 所以 大概就差目击 你看那个都在动哦 动到有人怀疑 说这是不是动画 但是导览人说不是 你知道他 宽度有多宽 四公尺 长度五十公尺左右 好 那有人就说 这其实会不会就是一种地震的征兆 但是雪霸国家公园也讲说 因为它没那边下雨 所以才跑出来 不管怎么样 有的人就是觉得 还是要小心微妙吧 比方说 4月27号凌晨 我们都晓得 4月27号凌晨是有地震 2点21分 你是不是也被震醒了 但前一天 就有人拍到火烧云 这火烧云在天空中看起来 有的人觉得很美 有的人觉得看起来毛毛的 他就觉得天有异象 因为你知道 其实台湾历来 一些大地震发生的统计 有几次也拍到火烧云 好 那带来呢 地震测报中心主任是说 目前没有文献显示火烧云 跟地震有关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从 不管是臣民的指示 或者是到 马路昆虫 大军入侵 一直到火烧云 有些事情 就是觉得 怎么那么巧 我怎么都刚好是现在 如果今天地震规模 6.2 这是李弘元讲的 发生在双北地区呢 会怎样 他说竟然 会有4000栋房屋倒塌 不知道他是 讲真的 讲假的 但是 有人就问他 你理论何在 他说 因为土壤异化严重 到时候地震规模 6.2以上一来 他会有一种像布丁在摇一样 而且加上盆地消息 加上大台北房屋的结构等等 好 纵观所述 6.2 4000栋 那地震规模 7.2怎么办 他说 会有35000栋房子倒塌 哇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也没有办法容忍 这件事情发生啊 是 我觉得真的要小心啊 不管就是说 你们今天 觉得这个 地震规模 6.2 或7.2 会不会在双北发生 还是要小心尾妙 好 如果今天 太平洋板块的活动 平凡 活泼 地震 平凡活泼 火山爆发就一定是一个 常会出现的自然现象 印尼 印尼这个火山 叫一部火山 喷了 喷发时间 大概是在台北的 27号 夜间的左右 你知道 他这喷的岩浆 三分钟 没间断 然后他所造成的火山 竟然高达 3.5公里 相当于 7座101的高度 所以一火山一喷 结果政府就讲 方圆 两公里之内 深人物近 通通清空 不准靠近 因为他们说 地震火山 他们是分四级 警戒分四级 他说这是二级 所以中文我就问你 到底这个人间四月天 怎么了 大家说 那个整颗心是 惶惶不安 地牛在翻身 风雨在狂暴 大雪也纷飞 四月也 已经都要进入了 夏天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天气形态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个摆明就是 极端气候大自然的反扑 大家看一下 广州 福建 大家知道广州 不就是暴雨成灾吗 但现在因为对流 太过于旺盛了 雷雨包 结果出现什么 这个砸下来的是 冰雹啊 你知道 其实我当时看这画面 我也吓一跳 因为一般冰雹 要嘛乒乓球大 要嘛鸡蛋大 可是它砸下来的 竟然已经是 跟棒球一样大 所以你看它 刚刚砸到陆地上 有的地方 薄油铺比较薄的 还有凹洞 那汽车挡风 玻璃碎裂 玻璃碎裂 那个都已经是 不在话下了 这是人家看 这看起来像是 屋顶吧 就这打下来 它就让你知道 那个打下来的威力 我刚才看到有一颗 那感觉好像是 这个叫做轰炸 你知道吗 这已经是轰炸了 对 就像小型的炮弹一样 对 好 那结果有人就 就把它捡起来 说到底有多大 不然为什么威力那么强 就一捡起来 你看那手上握的 那比拳头大啊 比拳头大 它还拿去量桌中 这会砸死人的 250公克 250公克 相当于我这个旗舰手机一样重啊 你拿这个 从天空中 掉下来像KKKi的 难怪会受伤啊 安全帽都被砸破啊 好 那它说冰雹像炸弹 还有另外一个自然现象 让你看了 出不清新 掉到河里 你知道那河 大家看 其实我刚刚应该先 哇 见起了那个 水化 我刚刚应该先不要讲是掉什么 你可能就以为 旁边是不是有 落石 瘫 坊 土石流 然后那个 滚下来 就不是 通通都是冰雹 那其实这条河啊 之前的画面 是本来还有人在旁边 赶快落跑啊 不然真的会被砸死啊 好 刚刚说电流旺盛 雷雨包 那冷热空气一交流 会炫 龙卷风出现 广州 广州的龙卷风 很多人 年轻一辈 他在广州没看过这么强 龙卷风三级耶 结果呢 怎么还被捶火花 你看到画面 他们在拍的人 每个人几乎他们的 男男之女都一样 说 这龙卷风 怎么那么强 那个 感觉 那是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 感觉整个就是被黑夜笼罩 为什么会有火花在画面当中呢 因为龙卷风它在卷嘛 那三级很强嘛 它卷起了很多这些残骸 残骸再去打到了电塔 所以它一共打到了四次 你看它当初打第一次的时候 是先冒出红色的 他们就 就以为说是哪边发生爆炸 可是后来因为看到第二次 有白色的强光 火花 你等一下看哦 第三次打到了之后 白色的强光 所以后来他们就知道 那一定是电力设施 果然是电塔 一共打四次 拍摄者一直哀哀叫 因为很害怕嘛 不止 你说除了这个 我们说龙卷风 把高压电塔给弄出爆炸之外 还有附近的厂房 因为它是在这个中落台那边 那边有很多的工厂 那工厂的铁骨整个被鲜飞啊 然后呢 这个我们说的车间 有一个纺织厂的车间的女工就讲 她说我当时整个人 差点屋顶先飞之后 被卷上天 我们来看看灾情如何 好多车子被那个 因为屋顶有时候就有铁皮屋嘛 厂房有些是铁皮屋嘛 铁皮砸下来 你看看一排车在那边棒一下 全部变汽车坟场 是不是很惨 龙卷风的威力 也许我们在台湾不一定见识到 广州人说他也没看过 三级实在太恐怖 现在看到的是 连续被肆虐将近半个月的广东 广东现在水深火热 我们不能只是看热闹 为什么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开始来告诉大家 美与封面一步一步禁闭台湾 当它凌空照顶的时候 防灾我们也可不能掉以轻心 是 刚刚提到还有福建 福建也暴雨 这暴雨真的是从三月下到现在 结果各地出现灾情 但问题是 为什么政府好像没有做好 停班停课的准备 来 这是在莆田 画面红框圈柱 是有个小女孩 她在洪流当中载浮载成 还好有几位热心的民众把她救起来 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原来是她的奶奶 二十七号的时候 二十三号的时候 就接画面中这位小一的小女孩放学 结果当时呢 市区整个淹大水 然后他们走一走走着 回家路上踏空 掉到了水沟 就整个人 市区中心就被洪流冲走 奶奶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希望能够最后有奇迹传出 但是为什么现在 中国大陆的暴雨成灾 有人却还要准备穿冬天的衣服 真是南北气候差异很大 两样起呢 河北 河北下雪了 5月5号国立 5月5号是立下 就代表夏天准备要来了 怎么我现在看到河北 会是这样倾向呢 你知道连河北的民众都这么说 他说我夏天衣服都准备好了 怎么现在给我-0下-2度 这雪还不是下得很小 刚刚一看一公尺深 好 镜头挪到内蒙古 内蒙古说你们下雪算什么 我这边不只是地上积雪 我整个山都是雪 我甚至下雪下到部分地方 直接停班停克 这不就是极端吗 再极端 可能也看不到 极端到 火药库会爆炸 怎么可能极端气候火药库爆炸 柬埔寨就发生了 柬埔寨 你看 这个爆炸的过程 还被 可能是监视器拍摄下来 这个是人为吧 要不然 这个也能牵扯极端天气 对 我刚刚这样讲 大家一乍听也是觉得很莫名其妙 没有 结果后来真的 军方 柬埔寨军方 回应 他说当天他们的温度 高达摄氏39度 这么热才4月 那就像你也当过兵 火药库里的温度可能会更高 越很闷热 结果他就说水造成爆炸 20个士兵死亡耶 高温造成火药库自燃 变成了这恐怖的灾后现场啊 他哪想得到说 他殉职是因为天气太热 好 那讲到刚刚广州龙卷风 其实真正龙卷风最肆虐的地方 首推美国当然不让 可是美国这次龙卷风肆虐 席卷五个州 内布拉斯加爱荷华开斯萨斯 这个画面是在内布拉斯加拍到的 有一个拍摄的民众 他边喊他边尖叫 他看到那个龙卷风 不断的在那里卷卷卷卷 所经之处所有的仓储 仓库农庄 靠体处全部回于一旦 60个龙卷风报告 所以有人说光是今天动地的4月 极端气候声音现象大胆反扑 会不会其实才刚开要开始 武器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武器暴新闻 巨像还有优秀的武器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会继继继续为大家 跟他们一样 什么时候 一直端起来 接近刘继续为大家 防具